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今次我會介紹一下一件事 叫翻拍器 翻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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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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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在M&K 都買很多菲林 和菲林機 你買了菲林機和菲林回去拍攝完 大家會怎樣去做後期呢 通常都是去曬上泡那裏 沖了和菲林出來 又或者自己沖黑白 接著去做scan 其實去做scan 在外面被人做完之後 回來的效果 都不是太理想 因為很被動 有時顏色 有時細緻度 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這次我們引入了芬蘭一個品牌 叫做WARAI 為什麼我們會引入這一部呢 因為我看到它非常之高級 而且很多細緻位都很漂亮 首先 跟菲林進去的時候 看到它有一個除塵的素素 除塵的素素 一過了來 塵就減少了很多 然後慢慢塞進去135格 其實它已經包了135格和120格 放在這裏的時候 好了 塞上菲林下去 OK 可以做到翻拍了 還有它有一個捲菲林的儀器 即是捲菲林的軸 那兩個位置很緊密 很緊密地可以捲到一條菲林 慢慢捲 沒有虛位的 很細緻地捲到菲林過去 還有這個翻拍器 最重要是包了一個燈箱 燈箱還有三種不同的色溫 可以給你去調節去翻拍不同的菲林 它這裏有三個按鈕 一個是Warm、White和Cool的 就是Slide、Band-Write和Negative的 讓你選擇去翻拍不同的菲林 這一樣東西真的很細緻 而且做得很專業的 好了 包了一個架的 OK 我給大家看看 一個架也是包了的 當你砌所有的東西出來之後 放一部相機下去 就可以做到一個翻拍的了 好 至於怎樣去翻拍 以及翻拍完之後 怎樣去做一張電腦檔的相片出來的 我下一集就會跟大家分享的了 現在一個翻拍器 就是在我們店裡買3980元 就是全香港的 我相信只有一間公司 是我引入這個翻拍器的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們店裡去訂購了 因為我第一水回來的貨真的不多 剩下幾個而已 好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有什麼問題問這個翻拍器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 拜拜